哈囉,我是金雞師 今天要分享的是古巴小漁村家常菜 番茄雞肉燉菜 這道菜是在千里達附近的小漁村民宿吃到的 漁村生活樸實的要命晚上漆黑一片 就連食物也相當樸實 但其中讓我們比較驚豔的居然是這道燉菜 酸酸甜甜的滋味、熱熱吃或放涼吃都很好吃 看起來不起眼的家常菜卻意外的下飯 做法超簡單,看完影片大概就學會囉 之前放魚、小蘿蔔, 混合什麼? 它會進去的? 它會進去? 這個口味的部分 在它裡面放在一起 然後太小乾把醬汁 放在一邊 但是它會進入十字幕 在花色情節 然後 importanc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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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